正所謂公辱善歧視 必先利棋器 可惜現實的狀況就是很多東西都是邊做邊買 手上有什麼就用什麼 所以往後的影片裡面你都會很常發現我用錯工具 接下來我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整個製作過程裡面用了什麼工具 剪鉗 尖嘴鉗和開線鉗都是我最常用的工具 另外戒刀也有時候會用到 做電子小不免都要看東西 一支辣雞是不可以缺少的 影片裡面是一支我20多年前買的辣雞 在這個project的尾段都已經陣亡了 然後我又再買了一支 但我覺得質量實在太好了 連手壓位也有80度 雖然我舊的位置也很熱 但新這一支我真的熱得拿不到 所以大家麻辣機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另外一樣就是跳線 道邦線就是其中一種最常見的跳線 基本上做電子開發的時候都很常用到 一般都是用2.54mm那一支的 線材方面其實你在淘寶上面會發現到一些 叫做彩虹線的接線 但我就不建議大家用這種接線 因為如果用在供電方面 它的線心比較柔 所以一般只可以通過幾百mAh的電流 如果你需要像我們今次推LED 要更大的電流的話 還有它的接線如果長一點的話 最好還是選擇一些粗一點的線 而且其實這些線材賣的時候已經定過長度 如果好像我們的接線有時長有時短 就不太靈活了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一把杜邦線鍵來自小一點線 那個線材我就是用22AWG的龜膠皮筒線 杜邦線就有弓和瓦之分 我發覺如果將弓的線插入沒有的左是比較鬆的 而反過來用沒有的線插入弓的左就會穩陣很多 而且其實沒有線是比較容易夾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跳線版的話 我也建議你用弓的做左 說完接線之後另一樣就是萬用錶 其實我們不用很精準的數值 所以普通有不稍的萬用錶就可以了 其實整個項目的萬用錶的角色就是幫我檢查一下有沒有電 以及有沒有導通 因為這個項目的用卡拉登奈比較特別 雖然同樣是卡拉登奈Base 但是它沒有USB接口 如果要上載Firmware的時候 要麼我們就用SPI接口 要麼就用Serial的接口 但是因為它的SPI接口 是剛剛正在LED和底板中間 所以每一次燒錄的時候 都要將LED叫走 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選Serial來做燒錄介面 但是要推動版的Serial Port 卡拉登奈必須有一個Bootloader 這個Bootloader 必須有SPI燒錄 但是因為卡拉登奈出廠的時候 又沒有這個Bootloader 所以我們就要用一個叫USB ISP的東西 在SPI接口上上載一次的Bootloader 一次而已 然後就可以用Serial Port 因為普通的電腦都只是有USB的接口 所以要通過這個外置的USB2TATL裝置 才可以完成Serial通訊和消錄 我用那個Model就是FTDIFT232RL 其實有一件事是很有用的 但是我整個Project裡面都沒有用過 就是視波器 很多時候要看哪裏有怪問題 用視波器一提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不過因為視波器就比較貴 到最後我還是沒有買到的 反而我就推薦大家買一款叫Logic Analyzer 可以用來測試一下訊號是否正確 以及看看電腦裡面的訊號會不會過度溶劑 電子的工具大致上就是上面那些 今次我們設計的機殼就是用Laser Cut斷木 由於Laser Cut不可以切斜面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些木工工具 去幫我們修正斜面 其實起初我是打算用磨卵 但是因為考慮到我工作間是密封的 製造的時候肯定整個房間多點搭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鳥刨 其實鳥刨用法是很簡單的 用GCAM夾著木塊然後輕輕地推就行了 反而太耐力就更難跑 接下來就是一些坑位 起初因為我沒有雕刻刀 用戒刀挑就很吃力 之後就買了一款基本的雕刻刀套裝 令我非常後悔 就是後悔為何不早就買這個套裝 由於有些架位和木板接駁 都要用螺絲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雜錦螺絲 而一些木條沒那麼吃力的位置 我就用白膠張刺 其實我有準備了很多不同粗度的砂紙 但因為我太懶了 很多原本想要磨走的都就這樣刨了算 所以最後我發覺我只用了2000和180這兩款砂紙 最後一樣就是電鑽 其實一些小螺絲位我都是用這種電鑽去開的 其實初初買回來的另一個用途就是用來磨木板 但就好像之前這樣說 磨木板就會弄到整間房間多一些粉塵 還有我試過用它來磨 被用雕刻刀的鴉花時間 所以最後它的用途就變成了開箱了 我手上這一套就是它跟來的小配件 有些鎚片和鑽嘴 其實應該是有用的 但用起來效果就有限 像這一種鑽嘴一樣 我另外也有買過一套回來的 另外買過一套就很容易轉到木板 但它跟來這個就要用少少力才可以轉到一塊木板 以上就是我整個project上用的工具了 因為工具實在太多 可能會是遺漏 不過都會在之後的影片看到的 要說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會分開幾集來講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我上影片的時候你們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的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歡迎你們留言給我 我會盡快回覆你們的 如果你們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希望你們會給個like我 那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那下集再見 拜拜